说起汤伟可能大家都会想起《色界》这部电影 当年汤伟就是凭借这部电影《一夜走红》 和他合作的是影帝梁朝伟 大家都知道两位在《色界》当中的大尺度 尽管已经减删了很多的大尺度戏 但是还是被禁播了 梁朝伟在拍完这部电影后 还获得了第44届套玩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其实梁朝伟在这之前还参演了很多的电视剧还有电影 他是因出演电视剧录顶级 中的维小宝一角 受到广大观众对他的喜爱与支持 而汤伟正是凭借《色界》一夜成名 并受到了观众对他的喜爱与支持 还获得了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正因为这部剧的尺度非常的大 这是一部需要他们两个人的错位 才能完美的演绎出来 需要两个人的默契合作 而且在拍的时候 导演李安也是全程把关 才有了这部经典之作 相信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深刻吧 这部电影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当时汤伟也说除了电影中的细节 在这部电影里面汤伟和梁朝伟的尺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了 当时汤伟也说在和梁朝伟在拍机情戏的时候 《湖子》里面除了他俩就只有导演还有摄影师 可能当时两人都是非常的尴尬的 但是对于一名合格的演员来说 就要按照导演的意思来 对影片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当年梁朝伟也透露了很多的内情 他说当时他们演习都是来真的 而且因为入戏太神被导演喊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ow线